前面的视频陆陆续续的 为大家分享了20多种入坑周深的各种方式 有的搞笑 有的感人 有的梦幻 接下来 继续为大家分享一些粉丝第一次听到周深歌声的感受 看看是不是和你一样 粉丝一感受 一下就被击中 拯救了一个被霸凌的人 这是一个在学校被孤立 甚至被霸凌的粉丝 很庆幸最终被周深拯救 容易哭的朋友就不要看了 从小最喜欢的歌手是邓丽君 然后也一直喜欢听Secret Garden的一些纯音乐 所以在我老母亲的耳濡目染之下 我对流行音乐就一直处于一个比较排斥的状态 因为那时候我所接触的流行音乐 都是一些快歌和悲伤的情歌 所以对于我来说就没有那么大的感触 我第一次听到周深的歌 是他的可他爱着这个世界 那个时候我在B站搜下木有人杖 无意中就发现了这首歌 这首歌的前奏役出来 我真的有一种心被什么东西一下击中的感觉 整个歌的基调都是非常的温柔 但不会让人沉溺于其中 这是一种清醒的 理智的温柔 整首歌非常的细腻 表达也很生动 尤其是周深的歌声 纯粹干净但是很自然 没有无杂的修饰 这是我第一次听一首歌听到泪目 无论是沃特艾文二作的词 还是周深的曲和歌 那个时候我就在想 是怎样温柔的一个人才能写出这样的曲 唱出这样的歌 于是我的QQ音乐的关注多了一个歌手 也是我关注的第一个流行音乐歌手周深 其实我觉得是老天的一种安排吧 那个时候 我刚刚从我最黑暗的一段时间里走出来 站在一个很神奇的时间节点上 我曾经遭遇过很多很多年的校园暴力 那个时候 甚至我的老师也和施暴者一起对我冷嘲热讽 我生下来右耳就带着残疾 不断畸形 而且听不见声音 我长得并不是那种让人看一眼就直呼惊艳的漂亮 我也很胖 我的父母那时工作很忙 无暇顾及我生活中的一些细节 那时我留着铜花头 我穿的衣服很多是哥哥姐姐的旧衣服 我成绩平平 老师也不会关注我 后来我交了一个朋友 他很漂亮 很耀眼 我把我所有的东西都分享给他 我也拿我的零花钱给他买东西吃 我以为我们是很好很好的朋友 后来我才发现 我只是他的陪衬而已 我认真写给他的小纸条 被他在班里宣读 我送给他的礼物 被他随手扔在角落里 我后来又交了一个朋友 他发现后就开始造谣 我喜欢班里哪个哪个男生 最后我被孤立了 后来上了初中 他和我分到了同一个班级 于是相同的事情又发生了 但是很幸运 最终我在那个班级 交到了真心的朋友 是那种无论我是天真 还是真傻 都不会嫌弃我的人 是那种别人戳我软肋 愿意为我挺身而出的人 我们互相勉励 考上了我们那个小城最好的高中 但是我一直很犹豫 关于我到底要成为一个怎样的人 因为我绝大部分都处于一个自我封闭的状态 我不太敢完全相信别人 也不敢把自己的想法和盘拖出 这个时候 我听到了这首歌 不算早也不算太晚 然后我去了解了周深这个人 我发现他和我一样有着很艰难的一段时间 而他也鼓起勇气走了出来 一直很喜欢泰戈尔的一句诗 世界已痛吻我 要我抱之以歌 但是我一直对这个世界抱有怨言 我觉得他并不公平 当我认识了这首歌 继而认识了周深以后 我感觉我好像有了新的想法 尽管我身体上有着残缺 但我愿意追求心灵的完整 我愿并正爱着这个世界 如果真的要用一句话 总结我听完这首歌的感受 我愿意引用名侦探柯南李 白马探的那句话 这一切都摊在阳光下 可能这个回答 或者说我过去都显得有些幼稚 甚至说可能我在别人眼里 并不是遭遇了多大的磨难 但是当年被所有人口诛笔伐 刀哥相像的 不过是一个普普通通 自卑且默默无闻的孩子 所以我非常感谢那些救赎过我的人和事 感谢他们的出现 感谢遇见 如今我的一切都可以坦坦荡荡的 在阳光下扑展开 而我也无惧一切过往 所以说谢谢深深和他的歌 作为一个卑微无粉级的敏女子 我愿意一直一直一直喜欢他 听他的歌 我愿意做一个卑微却善良 干干净净 热爱生活的人 粉丝二感受 颠覆了我的音乐审美 让我意识到了 我生命的前十几年时光里 听的歌有多么土 我曾经是一个完全听不进去慢歌的人 一听到长线条的旋律 就着急 就不耐烦 就要切歌 我曾经还是个很中二的人 年少轻狂 故作高冷 不喜欢抒情歌 不喜欢积极向上的歌 不喜欢温柔善良这样的标签 直到19年 我陪着我妈追了一部电视剧《古董局中局》 里面有一首插曲《随风》 虽然我没听出来是个男生 但是好喜欢 好喜欢他的音色 不过 碍于莫名其妙的想要与众不同的面子 其实我不愿意承认 喜欢这样一首扑扑通通的 OST 何况他还是首抒情歌 可到底骗不过自己的耳朵 我又认认真真听了一遍 得出了一个让我自己惊讶的结论 这是我听过的最深情的歌 神奇吧 这么矫情的我 面对深情没有嫌弃 反而觉得捡到了宝藏 这就是传说中的成长就在一瞬间嘛 那慧儿我还是个高中生 不好意思跟家长要 VIP 我就循环MV 什么与众不同 什么听歌要深刻 有这把好声音重要吗 以上是我第一次听周深的歌的反应 说起来 我听歌之路上的很多 第一次都和周深息息相关 第一次痛快接受 这样空灵柔美的声音 出自一个男孩 第一次发自内心的用美 来形容一首歌 比如大鱼 第一次感受到极致的温柔 并且完全不觉得腻 比如亲爱的旅人啊 多说几句 除了音乐审美 我整个人也受到了周深很大的影响 我不再刻意追求高深特别了 不再看不起善良美好 等我认为不酷的形容词了 对他人也不再那么苛刻了 这是不是也算听着周深的歌长大啊 哈哈哈 谢谢周深 粉丝三感受 在我遭遇症积极的时刻 渡魂渡破渡我 他就是上天赐给我的天使 渡魂渡破渡我 那一瞬间 我简直起飞 我开始迷恋他的采访 他的人品 他的实力 一切都恰到好处的完美 我是个常年混迹在网络的人 我在歪歪就听过他唱歌 B站刷过九语 好声音听过贝加尔湖畔 蒙面看过街面 大鱼循环了几年 什么我爱二次元 深入人心 这就是原创 一起乐对吧 我都看过 在我不认识他这个人的时候 他在我微博被反复取关 反复关注 待了大概四年多 这个不认识 是对不上名字 对不上脸 我知道有个歌手叫周深 我知道他是个男歌手 当初蒙面那个花西服 真的很清秀 可是以上这些经过的他 都只是在我人生中路过 我以前也会追星 突如其来的兴奋 但是不会超过三个月就脱粉 因为突如其来的低落 我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 然后 这次 其实也没有 现在我或许回答的是 你为什么脱粉周深了 其实不是 他真的很好 他可以让我拥有无数的梦 他的几句歌 我就可以脑补出一个 跌宕起伏的故事 不是又可也不是什么拉郎配 是人间 我可以通过他的歌声 看见人间无数的悲欢离合 从古至今 大老是经典夸奖 就是这样 我不知道网上传的他的歌声 是不是可以致抑郁 我只能说 如果你心思敏感 细腻 爱多想的话 其实可以从他的歌里 看见太多的东西 那些不需要说出口的话 当然 也可能是我自己脑补想多了 不过 那又怎样呢 是他给了我幻想的基石 某一刻 在我积极情绪的时候 恰好遇见了路过无数次的他 所以就入坑了 一头栽下去 然后 过了半个月 我开始低落 失去了一切的兴趣 可是在我的世界里 他这次却不再满足 只是路过 挺好的 在我不知道能喜欢多久的情况下 周深依旧是我的天使 度魂度魄度度我 我没有给他安任何的寄托 我只是喜欢他歌声里的故事 这是一个啊 一下就可以搁进世间百态的人 他让我觉得 人间或许有可以观察的那一刻 我依然是一个高兴的 那么多年